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尾场,二班的1650米 陣容方面,和跑谷草的二班1650 都大致接近 撞带很多马都很漂亮 配备转变1号,起进区 戴防沙眼罩,因为它跑泥地 至于同州共济,也是初戴防沙眼罩 这只马就初跑泥地 先看这只起进区,大底上 蔡汉的流程和之前的差不多 平进幅声也是这样做 华卓晨全部都是这样 总之,相隔日子足够 三个星期左右 通常都会试一个大集 这早集,你见过那只暴大威猛 试试得很好 但是昨天,你见过这只马行圈 它是有点燥的 不知道为什么 总之昨天就失准 起进区,顺势跟跑 外面保然得得都追一下 那都可以的 其实几天马在拍跳 对了,果然得得都追得好 难赢难赢,都挺辛苦 前一次就终于赢了 因为上季拼来拼去,莫雷拉 又什么东西 转弯走,各样东西都赢不到 那马的状态都保持得很好 好了,这只也是老对手 整天都对的 柏林探哥 因为大家赛程都一样 所以你去泥地 就一起泥地 一起去谷草 他跑1650是有点短的 尤其是跑得远 尤其是跑得远 季初还可以 这只泰林探哥 现在要跑得长一点 好了,蟬星 这只蟬星辉煌了 这只蟬星辉煌了 蟬星寶驱了 这只蟬星 它真的挺厉害的 外档都没有有怕 整天都走三踏 它蟬星辉真是有力 但是更高兴 神操这只蟬星辉 这只蟬星辉都不同性格 它比较老 比较沉实 比较稳重 它不会很有锋芒 但你不要忘记 它之前泥地 赢过你们 那晚我记得 你赚贴蓝 很多只蟬星辉 好,接着看一只铜州共济 转了马房 你还要给他多一点时间 他只是跑了一场 这只蟬星辉是泥地怪节 很好心得 后面是宫顶 这一集是梁家俊事 当然梁家俊之前都经常跑它 最终落彩潘顿手 希望发挥处理好 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跑过这只马 来到这里 梁家俊也转了两步 但这只马已经是跑中距离 它不是像以前那样 一声就冲上来 宫顶都骑得挺大力 今天赢出的那只是金白令 好了,再看看他跳 会的时间很充分 你记得以前在蘇布罗的马 的僵口也是很难搞的 你再忍心想起这只马 都不同了 那不是一定可以赢 但是它是有不同了 这只也很厉害 今年幸运传奇 竟然一只六岁马 可以今年冲到90分 我真的想不到这只马 的变化和爆发力 可以这么厉害 这只马是行运传奇 跳回也是快晚游人 你还未补充后面那只马上 赢了那只马上 如果算时间 你哪一只马该跑 好了,龙船状元 上次是文化 想放的 接着又不能放 但现在还要这样缩程 就要想想想 又是另一只 泥地怪洁型蓝 上次谷草 如果不是拿位不顺 它也有机会再冲近一点 它跟你们同道 这只马很好状态 今年大熟大勇 今天用天盆的马 还可以 好了,接着是圣二龙 这只也是 泥地上当然 这只马上有足够验证 可能路短的时候 不可以当它路短一点 跑回1650 真的希望又可以再好一点 其实马的状态 从以前的缰口 不是那么容易粗汗 再到现在 真的有很大转变 在苏惠延 不要打一打 万里非子 你看人家多厉害 多厉害 那只马上越赢越容易 这只马上也好 这只马上也好 所以我也给了三只手指 这只圣二龙 诗集虽然出集有点慢 但是建策学员很快上来 你看这些 挺有力的 跳过 好,接着再看诗集 浸王星 天外惊天橙衣 外面有凝道爆 后面火转红衣走入 外面黄衣 一会追上来 它高分 那只就起黄驱 可以看到黑衣 退下去爆尾那只 你看人家马的脚法 那只无限… 我都不记得了 无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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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看到的 至于那只起黄驱 泥地又高分 比着追上来 追得挺好的 一跑泥地都可以 这马尝过 还要路短 那时 这次回的时间 它跑大赛上那些 回得很够 这只马 在神操 我经常觉得它很恶看 因为它是一只很乖的马 早上它不会展示给你看 它也不戴眼罩跳 所以它和很好心得 都是神操 比较廉文静的马 这只就不同了 然后它也要配抬 ett 抬着 提高一点 它是不同的 大家的形态 我常常都说只是鹊驱 它很加贴地 很靠一 ship 爽快就贏了 尾场是很精彩的 这场移班就是650 因为赛程真的有限 所以很多马都是 大家拖着这场就练过 很多泥地好手 根本多到说不完 那都要选择 选择哪两只呢 禅圣堡区 这些是我自己有缘分的马 加上公布了马亚 都已经离开了 五月中都已经不跑了 所以这只马 就跟它最夹当了 所以我相信马亚 一定用百二分心机 可以跟你练的 另一只就是九澳马的盈蓝 容天鹏如果当日的守风顺 这只马千万不要走掉 它是一只我觉得 在泥地方面 愈强愈强的马 所以这一对马 我就首先称高 但是其他的马 譬如你说好像大众开心 这些是生成满满命的马 整天都爆烂 所以你要小心 这些它随时突然跑得好 另外十二 爽快就有势 它是贵宗斯起飞的马 你不要看它跳着跳着 脚发不靓 它是越赢越易的 所以这只马也不能够看少 好像那些小码马 有些会在 但是它们又会重磅 但是大码的马 其实大码的马 似乎这样称下 又好像好些 你狗、盈蓝、十胜二龙、十一起旺区 和十二爽快 其实这一批马 好像你们未必让到它这么多磅 我觉得 不过 试一下潘顿 会不会有些不同 这组马肯定有足够的报处 那只幸运传旗 一定都不放过你 都会比较前 但是我再想起 一起旺区 那只起进区 长期上名的 即是长期前列过中点 我想3344 你都应该要看着它 但是你说 可能DQ脚那些 我都会选回 刚才所说的 9号打后至12号的马 其实我心底里面 我一向很喜欢11号的起旺区 但是有很多条件上面 又不是那么容易赢 看看到时的赔率 合不合理 它的机会 我觉得和6号 好心得都差不多近 到时再看场地状况 第八场赛事 都和大家研究过 看我们今次选了什么马 我就选了 发财秘笈 我就选了这种 丰盛多彩 重复多次 接下来的赛事 是安排沙田 串例地 有八场的夜马 很久没试过 7点15分开跑投场 到时再和大家分析 再见